本期蒙新疆整合生化危机官方广播剧 《坏熊士的命运23》 将近98年在《坏熊士毁灭》的背景下 生化平行宇宙中发生的故事 细致说说这些官方出品的黑历史作品都讲了些什么 由于广播剧举行表现力 很多剧情都是用环境音效等形式呈现 让听众自己理解 为了制作这期 蒙新查阅数种翻译 并结合正片设定 屡视了广播剧中许多自相矛盾的剧情 轻轻制作 点赞归1500 蒙新会即刻制作下一期 废话有点多了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鲜为人知的 生化广播剧平行与肉片一探究竟 这部广播剧在时间线设置上 与生化危机爆发和生化三有很大冲突 毕竟该剧年代久远 发售时 生三还没上线 这里就不细致推敲其中的具体时间线了 请大家结合编剧史第八至十集自行理解 有时间冲突的地方 请各位略过就好 1998年9月下旬 随着剧病毒在幻雄市扩散 整个城市逐渐陷入混乱 警车和各类救援车辆不断转缩在市区节道上 各类警笛声不绝于耳 城市北部的幻雄市医院已经盲开了锅 女医生琳达珀尔为救护车送来的病人们处理着伤势 这些人太惨了 肌肉腐败 表皮剥离 甚至能从患处看到森森白骨 尽管打下手的护士说着这些人活不长了 很快就会变为丧失 但医者人心的Linda 还是尽全力救助着每一名病患 经历了四天的连续加班 Linda累坏了 尽管整个医院已经人满为患 但对于这种病毒及其并发症 医院中的医生均一无所知 他们试辩了所有治疗手段 依然没办法帮助病人减轻痛苦 只能将病患全部送到了特别病院进行隔离 并联系着安布雷拉之药 请求他们的医疗援助 但在这个非常时期 安布雷拉却没了音讯 院长只能令手下一声加班加点 尽力安抚着源源不断送来的病人们 刚给手下护士下达了 将救治无效的患者送到隔离病院的指令 Linda就被突然出现的技术主管 EDO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让她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稍微放松下来的Linda 谢过了EDO 跟她聊起了 五天前城边的尼库家发生火灾的事 事到如今他们才醒悟 那里就是丧失出现的起始地 如果当初警方能深入调查 能重视那些传言 可能现在的一切也不会发生 但常年的安逸生活 让患兴兽的民众失去了警觉性 这也是病毒能快速传播的原因之一吧 可怜的尼库女儿吉恩 被送到医院时已经被丧失药伤 多种治疗手段无果后 她成为了隔离病院中的第一批病人之一 看着神情黯淡的Linda EDO刚想跟她说点什么 办公室房门却突然被人打开了 原来是Linda的儿童病人 博比 八岁的她本该在今天出院 却因医院陷入混乱推迟了 年幼的博比因被虚幅虐待 被儿童救助机构中 一名疼爱她的婆婆送到了医院来 也不知这是她的幸运还是不幸 也许没出院让她得以幸存 但现在与医院主楼相邻的隔离楼中 一入猎狱僵尸 就在Linda回忆着过往时 EDO竟跟她告白了 眼下幻雄士已经完蛋了 趁城市还没完全瘫痪 EDO想带着Linda离开这里 到纽约开始新的生活 但Linda却深爱着这座城市 即使她即将毁灭 自己也要在岗位上奋战至最后一秒 EDO刚想再劝劝她 院内的广播便突然响起 通知Linda有她的外线电话需要接听 原来是安布雷拉之药终于回电了 但这心心念念的回应 却不是雪茸送炭 而是告知Linda 安布雷拉拒绝分析 她送过来的血液样本 并断绝了与幻雄士医院的往来 这可气坏了Linda 当初这间医院 是在安布雷拉大力资助下成立的 这么多年来 医院一直协助安布雷拉进行药物实验 成就了他们很多研究 然而在这迫在眉睫的时候 他们居然弃医院不顾 简直丧良心 就在Linda打算将这事报告给院长时 在走廊中疯跑的Belby 突然来到了Linda身边 问起Linda 婆婆的去向 Linda这才想起来 之前把她送到医院的婆婆 罗斯决定收养伯比 本想今天接她回家 却因整个幻雄士陷入混乱 没再预定时间来到医院 既然已经答应了伯比 今天她会见到死内疚的婆婆 Linda立即决定 独自驾车 却把罗斯接到相对安全的医院来 让他们得以团聚 忽略了EDO的再三劝阻 Linda一路奔到了停车场 准备驾车接人 EDO因半路被患者拉入求助 没追上Linda 只能目送Linda远去 祈祷她不要出事 此时的幻雄士街道 早已不复往昔 丧失的低吼与市民的悲鸣 在充满血腥味的空气中 交错回荡 为了避免危险 Linda只能猛踩油门 加速向罗斯加赶去 却在半路上感觉到 自己的车后座处传来了阵阵异响 回头查看才发现 是伯比不知什么时候悄悄上了车 此时张俏皮的跟他打着招呼 无奈下 Linda只能带着这孩子同行 虽然路上遇到些阻拦 但两人还是有惊无险的 到了罗斯加 还好他没出什么事 被屋外景象吓到的罗斯 正愁无法出行 见到伯比被送了过来 才喜处望歪 正与Linda谈起 谈到不争气的儿子时 就听到屋外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警觉起来的罗斯 赶忙让Linda到隔壁房间取猎枪 自己则把薄比护在了臂弯中 仔细听起声音传来的房位 就在Linda给猎枪装好了子弹的瞬间 客厅中的窗户突然被撞碎 一只丧尸犬吠叫着跳进了屋内 向客厅中的老人与孩子扑去 千军一发之际 Linda神射手附体 两枪解决了恶犬 带着二人开车向医院逃去 然而 他们刚来到去往医院 毕竟的主路时却发现 行驶在前面不远处的油罐车 突然开始蛇行 紧接着 好像撞到了前面的车 横转侧翻 起火爆炸 还好其驾驶员提前跳车 才没葬山火海 见驾驶员滚落到了 Linda的停车点附近 出于医生本能 Linda急忙停下车 查看其伤情 却在靠近时发现 她瞬间变一场的丧尸 向Linda扑来 还好车中的罗斯 年轻时也是个出色的猎手 一枪抱了丧尸的头 才救下Linda 信有余悸的Linda 卸过罗斯后 赶忙上了车 绕路向浣熊市医院赶去 路途中 Linda用自己的大哥大 向警局抱着警 得到的回应却始终是 泄露正忙 正有些无奈 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忙又将电话打到医院 联系起EDO 原来 身为技术主管的EDO 精通计算机 Linda打算 让他黑金警局的斯大斯 资料库 调出好友吉尔的调查报告 其中说不定 会有关于此病毒的破解之法 将近两个月前 Linda警局中的好友吉尔 随对进行了一项秘密任务 归来后 与Linda的最后一次通话中 吉尔隐隐透露出 自己有一篇 不为人知的行动报告 被警局封存 并告诉Linda 为了他的安全 最近不要联系自己后 没了音讯 本媒在意此事的Linda 这是终于确定 这份报告 肯定与这突然爆发的危机有关系 沉浸在思绪中的Linda没注意 道路前方 突然窜出了几只丧尸 向车辆袭来 紧急刹车下 车辆在路面上打起了转 撞到了路边的街灯上 还好三人并无大碍 及时下车 才躲开了袭来的丧尸 看着一路上的悲惨光景 三人只能加快步伐 徒步向医院赶去 就快到了 浣熊市的旧中楼后身 穿过教堂 就到浣熊市医院了 然而就在三人经过教堂时 突然听到 教堂中传来了凌乱的钟声 意识到教堂中还有活人 被丧尸紧追的老少三人 赶忙闪身 进入教堂中 赞逼锋芒 这才发现 教堂中只有一名 已被丧尸咬伤的神父 为了提醒附近 躲在家中的市民 这座城市 气数将近 正用尽最后的力气敲响圣钟 意思是 能逃的 赶快逃 由于大哥大 在之前激烈的行车中 不甚损坏 求救无望 却大量丧尸 围住了教堂四周 三人只能告别了 延延一席的神父 想其他办法 逃离此地 一筹莫展之际 博比突然想起 这教堂自己闲玩时来过 地下室中的下水道 可以直通医院的 地下过路室 得知此消息的琳达 大喜过望 赶忙让她带路 通过下水道 向医院行去 因为这两天 怜悯不绝的降雨 下水道中的水位 明显比之前高了许多 三人混步前行多时 就在即将到达 医院地下时 一声奇怪的叫声 突然从三人背后传来 回头查看才看清 一只一人高 全身发烂的挖形怪物 正躺着水 向三人靠近 这可把三人吓了一跳 慌忙开枪 终于在连开树墙后 逼退了怪物 快步向医院行去 来到仍在运作的锅楼房时 三人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本以为此刻终于安全了 却在上到地面建筑后 傻了眼 因为这里竟空无一人 眼见罗斯因长途跋涉 有些体力不支 琳达将老少两人 送进一间代锁的诊疗室后 决定自己到各处探查一番 至少要找到EDO的所在 来到他办公室后 并没见到EDO身影 但从他电脑上可以看出 他离开前 已经黑进了警局资料库 破解到最后一层密码时 好像中断了 就在琳达胡思乱想之时 突然踩到了地板上的液体 差点滑倒 定情一看才发现 地板上竟布满了 粘稠的血液 甚人之机 担心起来的琳达 赶忙顺着血液 寻向其来源 结果离老远就看见 隔离病院的大门已经损坏 大批听见他脚步的丧尸 寻声而至 向琳达袭来 一路急奔中 琳达的大哥大突然响了起来 这东西竟然又可以用了 慌忙接听后才得知 伯比和罗斯 因害怕在诊疗室外徘徊的丧尸 竟从一楼跑到了三楼的复建市 因走廊内都是丧尸 伯比利用自己玩耍时 对医院地形的熟悉 让琳达想办法 走副楼太平间顶部的通风口 那管道连通着他们所在的房间 看着紧追不舍的尸群 琳达只能先放弃寻找一丢 向着父老太平间行去 一路上 除了丧尸外 琳达还碰见了两名 幸存的护士和患者 他们明显已经吓坏了 听不进去琳达的劝告 向走廊旁的紧急出口逃去 结果可想而知 现在街道上的丧尸 可比医院中多上数倍 听着奄奄传来的惨叫声 琳达有些崩溃了 这和自己奋斗多年的城市 已经完蛋了 随着脑海中那些自己熟悉的面孔 不断闪现 往昔的点点滴滴也历历在目 难道自己的命运 也会和他们一样 变成这地狱之城的恶鬼之一吗 就在博比和伊迪欧的笑脸 出现在琳达脑海中时 她恍惚的思绪才稳定下来 现在要做的不是赶上现状 而是尽全力帮助活着的人 在这地狱之中寻求生机 想到这儿 琳达才定下心神继续前行 在丧尸的围追堵截中 琳达显向还生 终于跑到了副楼的电梯中 才暂时躲过一劫 正想喘口气 却发现楼内突然停了电 电梯也因此停了下来 门外机场碌碌的丧尸 纷纷寻声而至 不断用指甲抓向电梯门 伴随着刺耳的抓门声 琳达的心凉了半截 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 就在此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 数声马格南的强小 丧尸的叫声也加人而止 紧接着 电梯门便被人从外面扒开 熟悉的男生传入琳达耳中 没事吧琳达 抓住我的手 这就拉你上来 琳达顿时热泪盈眶 因为此人正是经常被自己 忽略的挚友 EDO 原来 察觉了医院的骚乱后 EDO停下了手中调查 赶忙跑到一楼的安保室 取了些枪制弹药 想着琳达会回到这里 不断清理着地下停车场的丧尸 本想在丧尸较少的副楼 规划出逃生路线 才注意到突然停下的电梯 和围攻于此的丧尸 看着满脸污渍的EDO 琳达热泪盈眶 扑进了眼前男人的怀中 诉说着自己对他压抑已久的哀意 一直以来 使自己太过强势 忽略了这男人对自己的一往情深 如果他们能活着出去 一定要跟着他去纽约 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眼下他们还有必须要做的事 救出被困在福建市的伯碧与罗斯 随即一边试图联系两人 一边向伯碧说的太平间行去 到达后 经过一番探索 两人干掉了潜藏其中的变异蜘蛛 终于找到了伯碧说的通风滚道 一路爬到福建市 与老少二人会合 折腾了这么久 琳达两人也是累了 用重物堵住房门入口后 在屋中电脑上 一番操作后 终于解锁了吉尔的调查报告 才得知了 这一切都源起自 安布雷拉秘密研制的T病毒 且到目前为止 尚未开发出特效药物 满怀期望的琳达 好似被破了盆冷水 看来这场生化危机的蔓延 是无法阻止了 现在能做的 只能是把这资料 带出城市公开之 让安布雷拉的罪行 打败于天下 就在四人沉浸在愤怒中时 被重物堵住的房门不堪重负 大批围攻至此的丧尸 攻破正门进入其中 四人即刻打算 利用屋外清洁玻璃的吊栏 降到一员外侧的停车场 可不多时候 屋子后门也被市群冲开 屋内的丧尸数量 倍数增加 看着还在爬向吊栏的 老者与孩童 伊丁又赶忙上前 将一只帮助两人的琳达 推进了吊栏中 并把自己的车钥匙 抛给了他 接着便张开双臂 双手抓住窗框 尽全力挡住 蜂拥而至的丧尸 让他带着老少二人 开车逃命 缓缓下降的吊栏中 看着保持阻挡姿势 惨死的伊丁 琳达的眼泪躲筐而出 疯狂向坠落吊栏的 少量丧尸开着枪 嘴里不断念着 伊丁的名字 痛苦至极 吊栏降到楼底的瞬间 丧尸们撕碎了 伊丁的尸体 不断坠向楼底 向为跑出几步的 琳达三人爬来 看着停车场中 不断围弄向 老少二人的丧尸 琳达停下了脚步 将手中钥匙和软盘 抛给了罗斯 让他带着孩子 驾车逃生 也不看身后爬来的丧尸 但惜归地 以自己能使用的 最稳姿势 注意设计者 喜向两人的怪物 目送两人启动车辆后 才在大量丧尸的错用下 缓缓闭上了双眼 伊丁 你并不孤单 我来陪你了 同向北部城外的公路上 一老一哨 默默的为 舍命相救的苦命鸳鸯 欺负着 他们打算 顺着河边的昌波磊路 一路向北 站到城市最北端的斯通维尔路 前往幻雄市比林的斯通维尔镇 寻求救助 就在两人刚确认好 手中的软盘没有破损之时 成群的猎杀者 突然出现在两人车前不远处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时 跳到了行进中的车顶上 用钢铁板的利爪撕开顶棚 抓向老手二人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也让车辆失控 一头冲出了河地 坠入了一旁的幻星河中 沉向睡地 1998年9月末 幻雄市的生化危机 已经爆发了数天 由于城市系统完全崩溃 整个幻雄市正不断被大火蝉死 幸存者的求生之路 也经济满步 16岁的乔治和15岁的沙利 正在破败的街道上 收集补给品 却因丧失的围攻 不得不退回到他们的藏身地点 再找实际探寻 除了他俩外 这里还有16岁的南希和8岁的汤姆姐弟 以及15岁有些跋扈的啃 一起躲在一个漏水的地下室里 这五人之前并不熟识 是这几天逃难途中结识的 小智沙利两人 是从几乎被焚毁殆尽的 幻雄市东区过来的 经过一天的相处 也算是与三人熟络了些 在这末世之中 人越多逃生的几率越大 所以他们只能求同存异 共同逃生 汤姆给乔治两人看了张软盘 说他们三人 曾在幻雄市北部的环形河边 救起一名落水的孩子 是乔治在幻雄市医院 接受治疗时认识的薄比 那孩子受了很重的伤 在迷留之际 把这张软盘给了他们 说这是琳达医生 委托他交给媒体的东西 求三人替他完成委托 告别了离世的薄比 三名孩子 用附近大楼里的电脑 检视了软盘 发现里面是一些 关于安波雷拉 研制病毒的报告 误人正聊着 突然有一大群老鼠 从通风景 跑进了地下室 因在传言中听闻 这些老鼠是病毒传播的源头 看着被数量 众多老鼠占领的地下室 无人只能收拾行囊 逃出了藏身地 在燃烧的街道上 丧尸对他们穷追不舍 无人只能加快脚步 加速逃跑 紧张的奔逃中 因丁令最小的汤姆 拖了后腿 乔治不得不打光了 自己手枪里紧身的弹药 踩住他们惊险脱身 乔治也因此 与南希和肯 爆发了冲突 但在这逃命的时候 相互埋怨 明显是最危险的事 在其余孩子的劝说下 三人才放下成见 继续奔逃 就在他们即将脱离之时 终于在路边 找了辆还能用的警车 借他吐出重围 就在他们 为这逃离浣熊市的机会 欣喜若狂时 这警车的刹车系统 却失灵了 汽车在街边墙上 摩擦了一路后 才勉强停了下来 没了警车 他们就得徒步走出 这座城市了 然而眼下的麻烦可不止于此 众人所处的位置是市中心 四处都遍布着 机场碌碌的丧尸 等着开饭 趁他们还没有注意到 五人的存在 乔治赶忙招呼大家 躲进了建筑物的阴影里 才逃过一劫 乔治 南希 沙利 肯和汤姆五人 小心翼翼的跑过市中心街区 穿过了一片临时墓地后 终于在城市北部的别墅区内 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房子 休息起来 汤姆注意到 这栋房子保存的很完好 主人似乎也已经逃离了 于是建议大家 暂时待在这里 因天色见晚 众人也认同了他的想法 决定先在这儿休整一晚 补足精力后再寻出路 时至夜晚 五人在冰箱里 找了些奶酪和肉虫集后 决定尽快休息 轮流站岗 乔治和南希怎么也睡不着 便讨论起了现在的状况 逐渐熟悉的过程中 南希对乔治说出了自己的过往 其实 南希真正的弟弟叫迈克 与他同领 四年前就去世了 南希的父母死于一场车祸 在那之后 两人便流落街头 后来 迈克在抢奸农舍时 被人枪杀 南希当时因为害怕 独自逃跑了 也不知自己的弟弟 被埋葬在哪 就这样浑浑噩噩噩的度过了四年 直到六个月前 南希在街上闲逛时 遇见了汤姆 因彼此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 所以收养了他 乔治也给他讲述了 自己和那有些暴力形象的父亲 争吵过后 是怎么离家出走的故事 但与可怜的南希比起来 感觉自己幸福多了 第二天中午 四个大孩子把年幼的汤姆留在屋中 出门寻找武器 走上街没多久 乔治提议 四人分头行动 结果 沙利对乔治提出的 与南希一组的结果 感到恼怒 不想解释太多的乔治 也上了气 决定和三人分开 自己去找武器 这一系列操作 让沙利认为 南希肯定心里有鬼 想把乔治从他身边抢走 上前就要给 正莫名其妙的南希一巴掌 还好肯挡在了两个姑娘中间 才阻止了他们打起来 经过了肯的一番调节后 三人才继续搜寻街道 终于在街道中央 发现了一辆翻倒的警用运输车 其中有些残存的武器和弹药 但就在车辆不远处 却有群被感染的动物 正撕咬着地上的尸体 就在南希和肯鼓起勇气 敲声来到车前 拾取武器时 一只玻璃瓶子 不知从哪扔向了车边 碎裂在地 附近丧尸听见了声音 也纷纷寻声而至 在沙利的呼唤下 本就有些害怕的肯 没管已经爬进车里的南希 转头就跑向沙利的方向 并被他拉着 跑向了另一侧的界别 拿到枪的南希 刚打算叫他们 却看到成群的丧尸 向车辆包围而来 肯和沙利向他们 昨晚躲的房子逃去 发现南希还没赶过来 而沙利却一脸默默关心的样子 肯才意识到 那瓶子是沙利扔的 就在汤姆 因南希的失踪 有些不知所措时 南希却和乔治一起回来了 原来 他在乔治的帮助下脱离了围困 并找到了些枪支弹药 南希没有计较 肯独自逃跑的事 肯也自然不会多说什么 包括沙利的阴险行为 整理了下带回的武器弹药 几人觉得 仅凭这些根本不够他们逃出城市 不过了胜于无 还是计划起逃生路线 就在他们认真讨论时 突然有嗡嗡声传来 南希这才想起 昨晚守夜时 他们在房子附近发现了许多蜜蜂 赶忙让靠近房门的肯把门关好 但为时已晚 和肯一起回到这房子时 沙利已经被他们遮了 尽管乔治不再为他的猜忌心赌气 并一直守在他床边照顾他 当天下午 沙利还是停止了呼吸 看来那些蜜蜂也是病毒感染的生物 神情落寞的乔治决定 把沙利埋在之前 他们路过的临时墓地中 让他入土为安 其他人也沉默不语 虽然沙利的性格有些令人讨厌 但毕竟是与众人一起逃命的伙伴 立即埋葬他 也许是当下最合适的送别方法了 几人用仓库中找到的汽油 和屋中的窗帘凳腿 做了几个火把 驱赶着蜜蜂 抬着沙利的尸体向墓地行去 就在几人刚挖好了坑 把沙利的尸体安放在里面时 周围的地面突然开始震动 插在地上的巨大十字架也被掀翻在地 周围粉墓上的土堆纷纷滑落 一支支丧尸从其中缓慢地爬了出来 在场的四人被这惊悚的一幕吓了一跳 还好南西手中还拎着之前仓库中找到的那桶汽油 几人将汽油泼向丧尸门后 点燃了他们 这才逃出墓地 向之前避难的别墅逃去 跑到门口才想起来 他们离开时忘了关门 而房子里已经走进了丧尸 不再安全 四时天色已晚 潘洋下山后 街道将因能进度有限 更加危险 四人即刻决定不再等待 尽快逃到穿舱而过的环兴河边 顺着河道一直跑到下游后 应该有座桥 可以让他们从城市最北边逃出去 四人沿着河岸行进 躲过了几次丧失的袭绕后 终于到了那座桥边 却发现桥已经被撞毁了 还好几人在一旁的码头上找到了条船 即刻准备坐着他逃到河对岸去 就在此时 路上一只一言不发的肯 突然拔枪指向了其他人 称要独占这艘船逃出城市 尽管南希苦口婆心的劝说着他 肯却听不进去 认为他们都是累赘 独自跳上了船向对岸行去 肯的船刚刚行至河中央 愣在桥边的三人突然看到 一只巨型背鳍 惊悠悠的浮出了水面 这河里竟有条鲨鱼 回想起之前翻看过的软盘资料 才反映过来 这应该是其中提到的 安波雷拉秘密研制的生物兵器之一 可以也看见了向他由来的鲨鱼 并对他连开了四枪 但无济于事 鲨鱼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小船撕上了两半 就在鲨鱼张开举口咬枪啃时 他大声尖叫着 胡乱开起了枪 南希瞬间被这荒乱中 射出的榴弹击中 探倒在了岸边 没管葬身于父的肯 乔治赶忙背着南希 离开了河边 略显焦急的汤姆告诉他 城市东北部的教堂中有药品 因为那里的神父 曾救助过饥寒交迫的他 但当他们逃脱了树伯 丧失的围追堵截 来到教堂时却发现 里面空无一人 此时 南希已经因失血 愈发虚弱了 汤姆只能凭借着自己的记忆 到教堂的房间中找药 但一切都太迟了 汤姆找到了些止疼药 回到南希身边 查看他病情时发现 他的伤情正迅速恶化 南希迷留之际 从口袋中取出一张明信片 交给乔治 这张明信片 是一个叫凯瑟琳的女人写的 她是汤姆的母亲 并且依然健在 原来在两年前 凯瑟琳坐了牢 不得不把汤姆交给他人照顾 但依然希望 有朝一日可以见见孩子 病毒爆发的五天前 南希就收到了这明信片 却没交给汤姆 因为他不想再回到 形态影子的生活中 所以选择了隐瞒 但现在他后悔了 如果当初把明信片给了汤姆 他现在可能已经在母亲身边 并躲过这场生化危机了 奄奄一息的南希 委托乔治 在他死后 请把汤姆带到他母亲所在的康德城 让他们团聚 说完便与世长辞了 乔治和汤姆内心悲伤无比 但南希不能白死 乔治发誓要将汤姆带回到他母亲身边 完成女孩的遗愿 两人爬上钟楼 宁中为南希悼念后 拿上教堂中找到的缆绳 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打算利用他渡过断桥 逃出生天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一大一小两套人影 正穿梭在幻雄市北部的阿克里斯林中 看着身后不知疲倦追来的丧尸们 两人有些绝望 再这样下去 不多时 他们就会成为丧尸们的腹中美参 克勒克年幼的汤姆 乔治终于下定决心 站在原地 不再前行 向汤姆摆了摆手 鼓励他一定要坚定信念 独自逃出这片森林 接着便在汤姆饱含泪水的目光中 转过身 向身后的尸群宠去 看着乔治伟岸起来的背影 汤姆也坚定了心神 不再犹豫 擦个眼泪 向着未知的前方奔逃而去 南希 乔治 我保证 一定会带着你们给我的勇气 活下去 一定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关于这两部官方广播剧的剧情 如果我有遗漏 请各位观众老爷 多多刺脚 多多包涵 稍后 明星会将编电史系列的 所有平行宇宙篇章 做成合集发布 请各位到时 再支持我一边 就当是重温剧情 万分感谢 下期我们将回归主宇宙 将将冷门证实 墙下游魂4的故事 文案已经在写了 恳请各位不要白嫖 务必三连 下期制作完成后 即刻上线 再次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